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据中共官媒报道 9月9日至13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 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专题视察团到内蒙古市场 9月9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少诚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王立霞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 在呼和浩特会见胡春华 被认为一时风头无两 胡春华作为前中共属军 胡锦涛的隔代指定接班人 近来高调献身其龙腥之地做视察 引起了关注 有分析是 胡春华高调宣誓 我打不死的胡汉三回来了 是要表示在中南海强势回归 也有前内蒙游王高官分析认为 胡春华高调献身应该是王沪宁的阴谋 他要胡春华出风头 然后借习的刀杀人 海外视频人士江峰在节目中分析 在前一阵子连续的外事活动亮相之后 胡春华视察内蒙 回到内蒙考察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胡春华此次回到内蒙 给人感觉打不死的胡汉三又回来的感觉 对外宣誓自己的政治存在 宣誓自己在政治上的屹立不倒 甚至将被重用的味道很浓 政治上的活动都是由中央安排的 那么胡汉三回来了 这么明显的活动安排 会不会遭到亲自让胡春华下台 蒙受羞辱的习近平的重大反感 当然会了 所以这个安排就是可以违逆习近平的心愿的安排 江峰表示 虽然中共的领导层没有朝鲜的长白山血统论 没有那个血脉 但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本质 要保住红色江山既得利益者们的权利是重要的 但是忠诚度有了 才能也有了 天命却没了 这恐怕是中共登下的局面 但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流亡官员杜文则认为 胡春华这次是在做政治宣誓 但是对习近平表忠心 而不是要对抗习近平 即6月份出访太平洋岛国 7月在三中全会上坐在习近平旁边 8月全世界范围内疯传胡春华接任中共总书记 到9月 胡春华高调故地重游内蒙古 已经被边缘化的秦储君胡春华 可谓是存在感拉慢 成为中共政协各副主席中最活跃的一个 这其中露出的政治方向可谓不同寻常 杜文认为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正常 实际又很反常的考察项目 有三个反常的地方 一 在前段时间 全世界热传胡春华将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 胡春华故地重游 回到当年当初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龙心之地内蒙古 好像在说 我回来了 三 胡春华选择以如此高调的形式进行亮相 高调接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的拜会 看上去就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 高唱一名伟大领袖习主席万岁 实际上 他有借习近平之名 刷自己存在感的嫌疑 胡春华这次回归 从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视角来看 背后反映了中共内部政治布局和派系斗争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杜文认为 胡春华这次视察的主题是农村垃圾处理和乡村振兴 这是习近平提出的重点战略 这意味着胡春华此行不是与习路线对立 而是要对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保持一致 这是在中共复杂内斗中胡春华的一次政治表态 他在向习近平释放积极信号 以确保自己不被边缘化 杜文还说 胡春华带团去视察不是他能做得了主的 至少要经过王沪宁的同意 也应该是习近平点过头的 但王沪宁这么做 是可以把胡春华放在火上烤 也让习近平出手 二人相斗 最后王沪宁自己得力 杜文认为 胡春华不应该如此高调 因为他毕竟不是张佑霞 王小红 高调就是找死 胡春华很嫩 根本就不是老谋深算的王沪宁的对手 他就是在下这个套 让胡春华往里钻 然后激怒习 因为习近平在高层对胡春华可是最忌讳的 他不是习近平信任的人 他在表忠心都没有用 他被推向前台 很可能是王沪宁的阴谋 胡春华正在步向李克强的后尘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联大告别引说 呼吁反对侵略 维护民主 人民比掌权更重要 被外界解夺为暗批习近平 令在座的中共驻联合国副大使如坐针战 只中眉头 却又无从发作 9月24日周二 美国总统拜登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他阐述了处理美中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原则 并谈到乌克兰河加沙战事 以及人工智能 气候变化等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变化 他指出 世界正面临历史另一个转折点 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未来 在提到与中国的关系时 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表示 美国将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北京的竞争 同时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拜登说 美国毫不掩饰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 反对在南中国海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胁迫 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保护我们最先进的技术 使他们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伙伴 拜登也承诺继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因为他们是自由 开放 安全与和平的印太地区的基石 拜登也对美中合作反毒品表示鼓励 我们最近恢复与中国合作 阻止致命合成麻醉品流入 他说 这对我国人民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很重要 拜登在联大演说中提醒各国遵守对联合国献证的承诺 反对侵略行为 他说 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 因为我们今天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未来 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拜登表示 美国挺身而出 提供大规模安全 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在五十多个国家的北约盟友和伙伴也站了起来 乌克兰仍然是自由的 拜登说 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更强大 更团结 还多了两个新成员 芬兰和瑞典 但他也提醒与会各国 我们不能感到厌倦 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不能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 直到乌克兰赢得基于联合国信章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拜登还谈到以色列和加沙的无辜平民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煎熬 他说 现在是各方最终敲定条件 让人事回家 保证以色列和加沙安全 摆脱哈马斯掌控 减轻加沙苦难和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这是拜登最后一次作为总统 在重要的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 他谈及今年早些时候放弃竞选连任 支持新一代领导人的决定 担任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情 我热爱这份工作 但我更爱我的国家 我决定在为公众服务了50年后 是让新一代领导人带领我的国家前进的时候了 他说 拜登并呼吁参与联大的各位领导人不要忘记 有些事情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这句话让中国网友特别有感触 纷纷表示 听到了吗 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务人民 而不是相反 拜登总统说 因为赢得未来的事 让人们能释放他们的潜能 让他们能自由呼吸 自由思考 创新 教育 自由生活和自由恋爱 而不会感到恐惧 他说 这就是民主的灵魂 24日星期二 七大工业国际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代表 在联大场面会晤后 发布声明内容包括支持乌克兰 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七国外长该声明 无论是挺台湾还是挺乌克兰 都是在向北京的习近平喊话 这七成员包含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和英国 欧洲联盟由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出席 中央社报道 七国外长声明中 涉台的内容包括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 声明指出 这一期在台湾议题上的基本立场不变 包括过去所声明的一中政策 对于不需要以国家地位为前提的国际组织 这一期支持台湾成为成员 而为要求国家地位的组织 这一期则支持台湾以观察员或来宾与会 对中国关系方面 这一期重申高度关切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 并敦促习对俄施压 要求习停止军事侵略 立即完全且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 这期外长们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 主权 独立及领土完整 反对俄罗斯侵略 随着冬季雷进 确保乌克兰能源电网及发电能力受到保护 及其任性仍是根本且急迫的优先事项 这期持续对东海及南海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重申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作法改变性众的行为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这期反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 胁迫及恫吓行为 这期对中国包括新疆和西藏的人群状况感到关切 他们也担心香港自治和独立机构受到打压 以及权力和自由持续受到侵蚀 端促中国及港府按照其国际承诺及适用的法律义务形式 多家国际媒体9月24日周二都报道了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朱恒鹏失踪事件 他的失联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和社媒体上引发热议 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在周二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在微信朋友圈发表评论后失踪的报道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今年55岁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 在今年春季被当局拘留 据说他被拘留的原因是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表了批评习近平在中国经济管理中的失误的言论 《华尔街日报》说 该报处记者前往朱恒鹏在北京的住处地址查看 没有人开门回应 朱恒鹏原定5月25日要在清华大学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 但因失联而无法出席 他的发言时间由另外一名学者取代 朱恒鹏出事后 社科院免去了他的副所长和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另外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也将他除名 上个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生政治地震 该所的所长 党委书记 副所长 副书记等整个领导班子 全部被撤换 《星岛日报》称 这是中国社科院十几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政治事故 朱恒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4月底 当时他出席了中国财经媒体财新组织的一个养老行业的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朱恒鹏在会上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让年轻人为父母缴纳养老金和发行更多政府战券 来为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提供资金 他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争议 许多人批评他的提案给已经面临高昂生活成本 和有限就业机会的年轻一代增加了额外负担 印度媒体《第一邮报》说 朱恒鹏阴言惹祸被当局拘留和撤职 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大力度压制不同意见 当局这次拿朱恒鹏开刀 意味着当局对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时期 敢于挑战中共叙事的声音的一次新的压制 这次的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衰退 和消费者信心划破 《第一邮报》说朱恒鹏的命运如何 目前无法得知 这个案子显示 中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 封杀批评和控制言论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厉 朱恒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健康经济学研究 是中国国内一位知名的评论员 2014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并在2013年至2015年间担任国有企业中国医药集团的独立董事 朱恒鹏对中共现行政策多有批评 在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 他不同意中共官方目前的做法 称中国沉重的税赋和不满山的社会保证结构 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他参考国际经验指数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强大的社会保证体系 以及大量的公共支出 以减少收入不平等 缓解公众焦虑并扩大中等收入人口的规模 他还发表文章批评 中共在社保和医保方面存在的巨大的城乡差距 他的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习近平 而是含蓄地对政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并指出中共的税收和社保体系需要进行实质性改革 以促进分配公平刺激消费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 朱恒鹏是自由派学者 在医疗制度延时退休各方面发表了不同看法 具有改革派色彩的社科院经纪所 被习近平全部端掉 是习近平与刘鹤交恶后的复仇行动 刘鹤是习近平的亲信 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是习近平在处理金融事务方面的重要顾问 据透露 中国社科院目前正在全院上下展开一场整封速记行动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签署纪律责任承诺书 严格遵守实境条例 严禁刊发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文告 严禁未经批准与国外机构和个人进行出版合作 发表学术成果 严禁自行接受外媒采访等 社科院党委书记在改组经济所领导班次的时候表示 社科院以后要政治忠诚第一 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休克9月14日周二告诉记者 乌克兰战场上发现的俄罗斯武器中 约60%的外国零件来自中国 据路透社报道称 乌克兰指控中共是俄罗斯武器获得外国技术的主要途径 据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休克说 如果把所有常见类型的武器都送上外国制造的零部件 大约60%的零部件来自中国 我们已经与一些制造商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弗拉休克还说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 他说 监视器、无人机和导弹所使用的重要零部件 也来自美国、荷兰、日本和瑞士等西方国家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 但北京方面一再否认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并表示没有介入乌克兰危机 2022年 罗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 尽管遭受西方大规模制裁 莫斯科仍然能够用西方的微芯片和半导体来补充其军事机器 弗拉休克称 欧盟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西方产品流向俄罗斯 包括对俄罗斯核能公司Rosatom采取措施 他说 我们认为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一直在利用网络为俄罗斯军队提供补给 由于俄罗斯在核电站供应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此前的9月23日周一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示 如果美国现在采取果断行动 可能促使俄罗斯在明年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 加速结束战争的进程 现在就在今年年底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加强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合作的机会 在与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会面后 泽林斯基在社媒电报上发文说 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可以加速在明年正义结束俄乌战争 周一早些时候 泽林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专访时表示 只有让乌克兰属于强势地位 才能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战争 泽林斯基的幕僚长伊尔马克周一在纽约表示 这项胜利计划包括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 22日威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更多暗杀与破坏行动 但是并未表明针对黎巴嫩南部或任何地区进行地面入侵 美国五角大楼于本周一宣布 由于以色列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美国将向中东派遣军队 并警告所有美国人离开黎巴嫩 真主党发射超过150枚火箭和无人机 企图前所未有深入打击以色列领土 数小时后 哈勒维表示 以色列在与真主党的战争中击毙600多名恐怖分子 其中数十人是真主党指挥高层 真主党只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以色列的攻击力度也会越来越强 此外 他还表示 如果从上周以来的所有攻击 都无法令真主党同意确保以色列北部军民安全反加的协议 以色列将一而再 再而三进行打击 直到真主党明白为止 哈勒维与大威胁表示 国防军无论在攻击和防守 都具备许多至今尚未派上用场的能力 但他并未明确提到是什么形式的入侵 然而 经济学人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称 以色列准备对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 以立在两国边境 以北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区 一名参与准备工作的预备役军官也指出 地面行动计划已制定完成 只是尚未有足够力量执行该计划 以色列空军20日空袭贝鲁特南部郊区移动9层楼公寓楼 造成至少45人丧生 其中16人为真主党成员 包含拉德万部队指挥官 伊亚基尔及高级指挥官为赫贝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3日在大西洋理事会晚宴上 为获得全球公民奖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颁奖 不过两人在习近的互动却反客为主 成为晚宴八卦的焦点 网友纷纷说 在科技大亨面前 这位独守空房的意大利女总理要沦陷了 政治网站Politico报道 马斯克在致辞时毫不吝啬地夸赞梅洛尼 形容他内心比外表更美丽 且坦率 诚实 且真诚 梅洛尼先感谢马斯克这位珍贵的天才 并用英文致辞15分钟 结束时马斯克还起立为他鼓掌 两人在习近四目相对 互动热络 Politico说 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 Youth Nation记者拍下梅洛尼一边说话 手一边在胸口前挥舞的模样 而侧身朝向他的马斯克则频频点头 纽约邮报形容两人像是公开示爱 并说当马斯克将讲座搬给梅洛尼时 两人似乎短暂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Politico报道 47岁的梅洛尼指定有53岁的马斯克 在大西洋理事会晚宴上介绍他 该晚宴已成为联合国大会 在纽约举办期间一个备受重视的社交场合 大西洋理事会颁奖给梅洛尼 以表彰他在欧盟和G7会议的贡献 以及在俄乌战争中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